中国有五千多年灿烂辉煌的历史文明,自从文字出现以后,就诞生了许多快智人口的经典史籍,他们凝结了古人的智慧,阐释了处世的哲理,现代人读经典史籍,可以增长智慧,提升文化修养,完善思维方式,丰富人生阅历,提高处世能力,正所谓读史可以明智。 但是,在《浩如烟海》的古典史籍中,有三本神秘的奇书,现代人很少阅读,因为第一本看不着,第二本看不懂,最后一本则是不敢看,揭开历史的阴影,这里是胜历史,欢迎订阅观看。 上古时代百科全书《山海经》,第一本书是《山海经》。 它是一本讲述上古时代中华先祖创世纪故事的奇书,这本书涵盖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的地域非常广,时间跨度也特别大,这在《先情古籍》中是独一无二的,书中主要记载了夏朝以前,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山川、地理、历史、民族、宗教、动植物、矿产、医药、科技、历法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有人称它为刑法家书、地理制、小说、巫书、神话故事等,这些名称都不准确。 实际上,它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百科全书,因此《山海经》也被称为东方的圣经。 《山海经》中具体都写了什么呢? 首先,它是一本地理书,书中记述了华夏故土的山川大河,以极周边国家的领土范围。 第二,它是一本古代民族誌,书中记载了95个部族和邦国,这些民族绝大多数都是真实存在的,有助于后世了解个民族的起源与发展。 第三,它是一部古代神话传说集,我们耳熟能详的《夸父逐日》、《大雨至水》、《精卫填海》等神话故事都出自这本书。 第四,它是古代的氏族世系图,详细记录了福系、女娲世系、炎帝世系、皇帝世系。 《专需世系》等,时间跨度达几千年,是后世研究上古时代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 第五,它是一本无数医药书,书中真实记录了一些病名、药名、药理和用药方法,是我国中医药学的雏形。 第六,它是一本博物书,书中形象地记录了127种动物和58种植物,还记载了一些矿产。 第七,它是上古时代民族融合的历史书,书中记载了炎黄各民族的融合历程,详细记述了其中发生的历次战争。 第八,它是上古时期科技发展简史,记载了弓箭、舟车、歌舞、牛羹、琴瑟和绿莉的发明人和发明过程。 除此之外,它还是上古时期民族图腾总会,作为一部跨越五千多年的百科全书,后世研究它的专家学者却很少。 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山海经》记载的年代太过久远,刻在龟甲或竹箭上的文字。 由于战乱、焚书等原因,到汉代时,人们对书中内容的解释已经产生歧异,甚至连《山海经》的创作时代集作者都无法考证。 第二个原因,虽然《山海经》的文字相对浅写,但是受当时书写材料的限制,书中的技术过于简略,不便后世阅读理解。 第三个原因,书中文字的字译和语意与现在的字译相差很大,除了以上三点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山海经》的图画版本《山海经》图丢失,上古时期,在文字还没有出现以前,人们把一些真实发生的事情,画在洞窟和岩壁上。 即《山海经》图出现了文字以后,人们就给这些图画配上了文字,就是我们看到的《山海经》书,由于后人对《山海经》技术的时代知之甚少,没有《山海经》图的对照说明,很难完全理解《山海经》这本神秘古书的内容。 据说世界上最后一本《山海经》图就藏在秦始皇陵中,期待有一天《山海经》图,重见天日,我们就可以揭开《山海经》的神秘面纱,预言第一期书,推背图,推背图,被誉为中华预言第一期书,相传李世民曾邀请著名的天象学家袁天刚和李淳峰为其推算大唐的国运。 袁天刚和李淳峰就用图画,趁于等形式预测了唐太宗之后将要发生的是,在李淳峰画了六十幅画之后,袁天刚推了他的后背一下,告诉他不要泄露太多天机,所以叫推背图,推背图一词,最早建于敦煌卷子《大云经书》,其中提到了武则天,所以,武则天时代很可能已经出现了推背图最初的版本。 宋元时期,在文人笔记和世景小说中经常会提到推背图,但并未提及作者是谁,南宋人岳科,岳飞之孙,在《影史》中第一次指出推背图的作者是李淳峰。 据统计,流传于世的推背图,有四十多个版本,有六十项的,六十四项的,六十七项的等,今天我们看到的推背图,是清乾隆年间的举人金盛探平批的版本,原版本仍保存在中国台湾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么, 推背图中那些精准预言是真的吗?古人认为是真的,但是也有学者提出,这是后人故意更改的,他们认为,推背图成熟于群雄争霸,战乱纷飞的年代,民众期盼安居乐业,这是推背图生成的基础,推背图并不是一个人在某一个时代创作的。 而是民间集体创作的结果,后世之所以认为,推背图,是一本神秘的奇书,是因为书中很多称语所表达的意思非常隐晦,令人难以理解。 原天刚和李淳峰在推背图中,不仅帮李世民分析了国内外局势,还阐述了治国方针,以及如何去做一代英明君主,甚至还极其隐晦地批评了唐太宗的某些方略,传世奇书,鲁班书。 鲁班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工匠,也是一位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发明家,据说鲁班把他的技能写成了一本书,鲁班书。 但这本书很神秘,很多人都不敢看,后来还被列为了禁书,这是为什么呢?鲁班书之所以成为一部传世奇书,是因为书中除了讲土木建筑以外,还讲了各种道术和奇门秘法,暗器杀戮机关,医疗咒语和修仙法术,书中第一句话就是欲学此术,笔先绝后。 据说这是鲁班在书中下的咒语,传说鲁班仿照飞鸟,做了一只沐渊送给妻子,有一天,身怀有孕的妻子出于好奇,骑着沐渊飞上了天空,谁知飞行途中突然分娩,心血染到了沐渊掉了下来,母子双双离难,鲁班后悔万分,便在鲁班书中下了诅咒,学习此书者必是观,寡,孤,独,惨。 很多人看到这句话就不敢往下看了,害怕那些符咒会给自己带来不幸,民间把鲁班书叫做《缺一门》并列为了禁书,从鲁迅,从百草原到三位书屋里,长妈妈给他带了四本纸张很黄,图像很坏的山海经。 书上有上古巨人行天,长着人脸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长着翅膀的人等,这些神奇怪兽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山海经给我们的最初印象,想象力丰富,质怪有趣而不符实际,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不禁要问,这些神奇的怪兽真的存在过吗? 如果真实存在,那就太神奇了,那如果是纯属意想的话,那古人的脑洞是不是也太大了?那么多造型奇特的怪兽,他们是怎样拼凑出来的呢? 山海经怪兽造型奇特有一个叫咸阳的记载,来自于西山经,前来山,长得壮如羊儿马尾,这个易于理解,就是羊和马的组合,而来自南山经,基山的一个叫做上父,阴,的怪兽,壮如鸡儿三手,六母,六足,三义, 这个有些复杂,长得像鸡,但有三头,六眼,六脚和三翅,这个真得展开想象了,太奇特了,而来自青秋山的九尾狐,就显得不那么怪异了,它长得壮如狐儿九尾,只是尾巴多而已,很多小说里的九尾狐造型,大致也出自山海经吧,除了尾巴多,还有身子多的,那就是来自北山经,乔明山的和罗鱼,一手而食身,当然,还有头多的怪兽, 它是来自昆仑山的门神开明兽,泪虎而九首接人面,就是像老虎,但长着九个人面,还有更怪的,是来自阳山的怪兽,壮如人面而柴身,鸟翼而蛇形,难以想象,有着人面和柴身,身上还有鸟翅,走路却又是蛇形,这完全颠覆了认知,那它长翅膀做什么用,只是为了摆设好看,还是为了煽风,而除了这些,还有更怪的, 一个来自轮山的怪兽,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的奇特造型,是穿在尾上,也就是说,肛门在尾巴上,这就让人迷惑,这只怪兽,怎么上厕所的呢,甩甩尾巴就解决了吗,怎么都觉得有些让人忍俊不禁,山海经,怪兽有食疗治病的功能,山海经里,有一部分怪兽是吃人的,还可以学婴儿叫,人半夜三更,听到婴儿叫,就会去查看, 但一旦去查看了,就有去无回了,想想也是神奇,又让人心惊肉跳,但自然界也是公平的,怪兽吃人,人也是可以吃怪兽的,山海经里有相当一部分怪兽,都有食疗效果,比如一个叫歪鱼的怪兽,鱼身而犬兽,食之以狂,意思是,吃了可以治疗癫狂,还有一个长得像星星的怪兽食之善走,意思是,吃了可以跑得快,有的动物吃了,还能改善情绪,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 如一个叫做类的怪兽,壮如狸而有毛,食者不度,意思吃了,就不产生极度之心,还有一些动物吃了还能忘忧,确实太神奇了,闻所未闻啊,山海经,怪兽有预兆预示的功能,山海经里有的怪兽,还有预兆预示的功能,如凤凰剑泽天下安宁,在史书记载中,或很多小说,影视中等,太平盛世里,常会有吉祥动物的出现,这些神奇之处,大致都源自于山海经,当然也有预示天下安宁, 有一个叫怪兽,壮如雕而莫文白首,赤慧而胡掌,剑则有大兵,意思是,它出现则可能出现战乱的,还有一个叫肥夷的,壮如蛇行,一手两身,剑者齐国大汉,自古以来,人们就会对各种各样的动物进行观测,然后产生出各种异测,这些习惯大致都来自于山海经,不过,按我们现在来看,其中的科学依据到底有多少,还需要不断地论证,山海经里除了记录神奇的怪兽, 还记录了很多神奇的国家,比如焰火国的人能喷火,灌凶国的人,胸前有一大洞,三手国的人有三个头,一目国的人只有一只眼等,闻所未闻,惊世骇俗,至于小人国,大人国,男人国,女人国等这些,就不算很怪诞了,山海经地理神奇,迷惑了人类认知,山海经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部地理人文记录的传奇书籍,而其中对地理的神奇描述,也让人叹为观察, 有人说,山海经里的经并非指经书,而是指经历,这种解释也颇有新意,为什么呢? 传说上古时代,大禹治水并天下分为九州,他命一位叫树骇的人,丈量土地,这个人就用脚来丈量,他的步子很大,从世界最东边走到世界最西边,走了五亿多部,山海经,就是这期间成书的一部建文路,山经,记录的是所经历的大山明川,及洞植物,海经部分记录,途经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这里还与会相通,指人迹罕之之地,我们熟知的四海之内皆兄弟, 就是说东西南北的人都是兄弟,天下一家,举一个山海经地理神奇的案例,书里记录了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的人都不会死,也不需要进行生育,就能繁衍生息。 这个当人们很惊骇,有学者说,不生不死之地很有可能存在,原因是有克隆技术出现,书上还说,这个地方的人沉睡一百二十年才苏醒过来,因此有人一想,上古却有这么一个地方,且拥有强大的克隆技术,通过沉睡让器官存活,再得到永生。 看来,现代人的脑洞并不亚于古人,上古真有克隆技术,是神奇还是荒诞呢?也未可知。 还有,上面提到山海经,记载了四十多个国家,五百五十多座山,三百条河流等,那么这些国家,山川,河流等都记录的是什么区域呢? 对于这个问题,一直就很有争议,很多人都说,山海经记录的不仅是中华文明,更是世界文明,有人说,山海经记录的是中国古代的某个区域,古代巴蜀之地,或古代京香之地,也有人说的是它记录的是整个华夏之地,还有人它记录的是整个亚洲,更有人说它记录的正整个世界。 最后一种说法很流行,也为很多人接受,因为山海经里描述的各种怪兽与世界各国家的动物,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其实,不管哪种说法,都是人们的推断,都不具备很科学性的佐证。 因为山海经里的好些记录,看起来都有些不对劲,比如,他记录的里程会前后矛盾,他记录的山头也会有不对,但即便如此,很多人对山海经的研究仍然很热衷,美国学者莫兹就做过一次检验, 他按书中描述走了很多地方,最后惊讶发现山海经里记载的四条山脉的走向,距离,动植物等,于现在美国的洛基山脉,内华达山脉,喀斯卡特山脉,海岸山脉的太平洋沿岸目前的距离一模一样,这个结果让很多学者惊叹不已,难道当时做山海经的人真做了历经过不远万里的实地考察? 上古大宇派树害丈量土地一事,难道本身就真实发生过山海经里描述的居然能与现实相吻合? 那么,那些看起来更为荒诞之事物,难道也是真实存在的? 当然,山海经里太多神奇的地方,急待我们去探索了,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在此刻变得格外璀璨而神秘了 但是,如今学者们上下求索,还是谁也说不清书中所说的那些山在何处,水流何处,书中那些神话传说又该怎么去解释? 谢谢!